怎麼樣… 那個婆婆突然又不見了人 所以就沒事了 有阿彩妖這麼漂亮的老婆 你還搞這種事, 你不對啊, 阿海 婆婆, 別耍我了 剛才我在街上, 我不知道多狼狽 到底你跟誰有這麼大仇口呢 她要這樣來弄你一下 我也想知道 彩妖洗了頭出來 站在街上等著你兩個小時 擔心到甚麼 無緣無故不見了我, 很害怕 當然了, 幸好你沒事 如果你有事, 叫我怎麼辦 我先去洗手間 嚇死人了 喂? 喂, 蔡耀, 我是大嫂 我現在在大馬那邊打過來給你 婆婆叫我問你, 阿海到了沒有 她到了 我打了整個下午給她 她的手提電話都沒有開 她和阿新都很想念她 她們多好, 有心 今天下午, 阿海將她的電話 放在家裡 那就行了 大嫂, 你跟小嫂有甚麼手信想買 我們買回來給你 不用了, 也是用我們的錢買 我們有錢有甚麼買不到 還有, 奶奶問你們甚麼時候回來 阿海留在香港發展 她沒有跟我說過 不, 不過我保證了護照 我們會馬上回來 我也猜到 難道有這麼大就金山不要 只要太平山嗎 好了, 我不跟你談 我到時吃燕獲, 就這樣吧 再見 再見 採耀, 誰打來 我沒有 大嫂在大馬那邊打電話過來 問我們甚麼時候回來 她不是又說了甚麼嗎 沒有 女人和女人之間是比較難相處的 難相處也不及剛才的婆婆難相處 不是阿浩? 阿浩是旅遊的嗎? 在這裡 姐姐、阿嘉 大哥、大嫂 很妙, 今天心情好 請我們出來吃飯 那個就是阿海 你就是阿海是嗎? 我是雙雙的媽媽 你好 你好 真是沒理由 一定是暴風雨的前夕 拜託你, 大哥 輸了二十多塊給大勝哥 在這裡找藉口給自己 甚麼?真是沒理由 阿海和阿浩是第一次見面 這麼多年的恩怨情仇 怎麼會不爆發 他真的不會爆發 海哥是你的沙夫兄弟 你是不是很想他有事? 我不是很想, 我怕而已 你們聊甚麼這麼好聊? 不要… 家裡還有燈 我想他一定是阿浩衣車的婆婆回來頂 老婆 話說回來 你覺得不覺得奇怪? 阿浩平時只會跟阿嘉作對 下大雨叫他遮遮也不肯 今天主動說要遮阿嘉情 阿浩整天都是口硬心軟 但不至於是壞人 今晚真的不知道他甚麼事這麼開心 遺漏他玩, 他又說下午玩了 不知道下午玩過甚麼呢 這麼開心 有勁滾… 師奶福, 沒見你一陣子八卦了很多 甚麼八卦, 人家為你好 別以為過了海是神仙 那些浪牙隨時打上岸 你見到好醫, 你還是當刻的 這是甚麼? 甚麼? 雀丫 你還不是當刻 你怎麼送到的? 馬上馬上 小魚, 拿毛巾給阿海吧 謝謝, 蓉姨 我已經是暴風雨的前夕了 甚麼? 雀丫子弄一批東西 就表示要打風下雨 如果是你這麼聰明的 那些文台要收放 大哥的意思是說 有口衣在這裡 海哥沒理由有口日子過 阿楓, 那些博體戲 該死吧, 給奶奶罵 是呀,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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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東西是雀丫的, 又不是人的 關甚麼好事呢 那倒是呀 難道你好衣有這種本領 命令那些雀丫子做雀丫子給阿海嘆嗎 那或許那隻搖控雀呢 大哥 你是不是吃了甚麼 英國牛肉風喉症發作亂說話 阿楓 阿楓, 你真是認真無緣 她說蓉姨也幫你不下 阿海不會這麼無理取鬧 沒有你們想喝茶 好了…晓晓眼睡吧 早點回去睡靚睡吧 走… 阿嫂, 走了嗎 是呀, 吃東西了 是呀, 海 你明天出去嗎 出去, 我約了華哥喝茶 想跟他聊些事 小心點, 戴頭盔 不知道明天會掉甚麼下來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走呀 阿福真是神神爆爆的 別管他了 阿海, 今天你跟阿華談生意嗎 是呀 阿勇, 你這個兒子真是不能說 有甚麼好東西 肯定是先大協自己人 當然 肯定是大協 不過我大哥 就跟上面那些建築材料相熟 可以用低價錢拿貨 那香港這邊阿華哥比較熟 當然去找他聊聊 大哥, 做那些建築材料挺好找的 一般吧 不過現在做樂有聲譽的 都應該長做長有的 那好吧 阿海, 留在香港發展吧 是呀 那些東西還沒落實 看看談得怎麼樣 怎麼了?心不在焉 沒有呀, 哪有 是不是不舒服呀 不是呀 你不見我又行得又走得 還能吃得好吃的嗎 你們說抬著那個寶寶很辛苦的 你身體又不是那麼好 如果有甚麼事 一定要告訴我, 知道嗎 知道了…緊張大師 你有沒有聽醫生說 我抬得好好的, 沒事的嗎 阿海, 其實呢 我真的很想跟你生一個 胖胖白白又可愛又精靈的寶寶仔 不過如果生出來又是女兒 你喜歡嗎 喜歡, 子女都這麼喜歡 怪獸都喜歡 肯笑了嗎 快點說吧 整晚心事重重的, 甚麼事 是不是因為好醫呢 也不知道為甚麼 我總是承認她 不知道她會怎麼對你 傻的, 你以為武俠小說嗎 是呀, 如果真的武俠小說 我想好醫一定要你不閃不備 叫她三掌, 她就神氣了 依我說, 好醫跟老婆一樣 不懂就被她嚇死 懂就被她笑死 起碼婆婆也不會像你這樣 婆婆口直心快, 不記仇嘛 算了, 沒所謂了 畢竟她都是長輩嘛 讓她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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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沒有損失, 是不是 那倒是, 等你談完生意 我又保證了護照 最多是兩個星期 不是吧, 之後我們就可以回大賣那邊 是呀, 還有兩個星期 有甚麼要買就好買了 不然去到那邊又在那邊 知道了, 我一定會買好 所有需要買的東西 你去?不行 你粗身大小不要到處走 你們把名單給我 我就幫你買回來 阿海, 你說如果我們留在香港 你的生意是不是會比較好發展 生意的事去到那邊就是這樣做的 沒所謂了 去那邊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開心 你去那邊, 我跟阿君都會陪著你的 這樣吧, 明姐 再見了, 再見 我估計你這麼晚還沒睡 我跟明姐在說長途電話 媽媽和大哥沒事吧 沒甚麼 我早知道你還沒睡 就等你跟媽媽說幾句吧 阿海, 你明天要談生意 早點睡吧 不, 養足精神, 一定能談得到 我會的 阿海, 如果你覺得 香港的生意是有得做的 那你就儘管想想 在這裡又可以有阿華他們幫你 在這裡開了公司 那你就可以留下了 我想過了, 談完生意還是回大馬路 阿海, 阿姑自小看到你長大 其他人看不出來, 阿姑看得到的 我知道你在那邊不是很開心 除了你媽媽和大哥對你好之外 你兩個大嫂和叔伯 整天都給你們臉色看 她就怕你黏了他們的金康共 阿姑, 其實我一個人受氣不要緊 但是要阿姑你陪伴我 我知道大哥那兩個老婆和你公平這麼小 你別這麼傻 阿姑的眼睛 我只看見阿薇姐對我好 其他人我甚麼都看不到 阿姑, 阿姑長大到你長大 我從來沒想過要你讓我住大屋 你住大屋子, 享受大屋子, 我只要你開心 如果你喜歡這裡, 你就留下來 還是不好了, 阿貓會想念我的 阿海, 阿姑問你 你不想留下來在香港 是不是不想見到雙雙 更加不想讓阿彩兒不開心 你的心是不是還想念雙雙 我知道我現在有自己的家 有自己的家, 有自己的孩子 我不會再想以前的事了 我現在做的事是要向我家交代 那就最好了, 你懂得想的 阿姑就安樂了 其實彩瑤要想我明白的 為了避免她擔心, 就回大馬了 受氣不要緊, 我說是可以的 最重要是彩瑤開心 她開心, 就我開心 是 真是富在深山, 有緣親 你也不相信 師父 真是富者越富 幸好我們打了全寵, 你全都給了 原來是我的包 兩點而已, 好像打得很久 不是很久了, 這包不收你了 繼續再玩, 來, 玩… 不知為何我的腰圈有點尺尺痛 也不知道是不是腎痛 是我的腰圈 是我的腰圈吧, 你的上屆人 坐不習慣這些椅子 來, 把褲子給你 鼓起你的體育精神 不用了 不用了, 真是你要了 體育精神也好, 打牌精神也好 我真是失神了 至少我和你去叉燒餐單那裡打 那裡大把腳 過到那邊了, 好醫就不是打牌了 想打人了 對呀, 海哥在那邊 別說得我這麼兇 我相信現在的鞋子很好, 是不是 甚麼仇都報了 我心裡跟他打近戰 是呀, 這樣說是 上等人應該有身份 知道不是嗎? 我以前還沒認識彩瑤 雙雙和阿凱 我就不知內情 不過我剛才在酒樓見到阿凱 我真的覺得他的心很內疚 是嗎? 那倒是, 欠人人記麻雀嫂還得還 如果欠人人情債 真是幾世都還不清 是呀, 你別說他這麼有廉恥 或許他水過鴨輩 說話又說回來 要不是阿凱這麼武廉恥 這麼寡情博義 雙雙怎麼會找到一個醫生老公那麼好 那倒是呀 所以我跟雙雙說 如果生孩子 千萬要教兒子不要做博情郎 說時說, 你現在有沒有想到 甚麼新招數 去對付那隻死海狗 有呀, 我正在想 不過我正在盯緊一點機會 你又吃虎 打中火大火嗎? 打得要鬼燙 你真是衰家吃味糊 打到要鬼燙 不是, 走一會兒 不行, 先走一會兒 再走一會兒 我先看圍多利瑚說 走一會兒… 怎麼太陽這麼大 死了, 我真是日出 好遙子, 你家裡的兩個小時都停下了 是嗎? 這次糟了, 讓我老公知道 不知道我帶著肚子來打通宵牌 一定有牌, 我先走了 你那個大腥的實在誣摸我 說我帶壞你, 還是不好了, 走 別走, 再打一局吧 不行, 我也要回去綿一綿 幸好我吃了幾十年麵 一晚半晚都熬得住 反正都是聽鬧, 再打幾局吧 不行, 我們倆的底部不好 一定會被人罵的 底部不好 走吧, 再打幾局 走了, 再見… 你怎麼說, 別客氣了 好了… 你怎麼只有我一個人 我的臭小子, 趁家 故意整停個房子 都留不住穿藥 難道在這裡吵架? 英姐, 收牌 你扭不起來工人放假 有人約 我給你一碗 媽, 我是雙雙 你怎麼無緣無故下機? 我和過招不知道多擔心 我免得做電燈膽 阻礙你們渡蜜月嘛 媽, 我知道你為甚麼留在香港 你別這麼傻, 我真的沒事了 你幹甚麼?你怕我對付海味嗎? 你怕我毒死他嗎? 你怕我被鬼扣他吃嗎? 你放心, 要坐牢的事 媽媽就不會做 人家現在勵勵雙雙 我長大了, 她幾個不開心, 你知道嗎? 媽, 我和過招在這邊 何嘗不是勵勵雙雙 你答應我, 不要亂來好不好? 行了…你放心, 你開心點去玩 有沒有見到大哥? 約了他今晚吃飯 好吧, 那你們開心點吧 媽, 那你有甚麼事 記得找姨媽吧 行了…就這樣吧, 再見 真沒用 這麼遠打來都掛著那個臭海 不行, 這個時候我一定要報 好 你大哥這陣子吃得阿君什麼樣 將來你們走 他很辛苦, 很難捨得 是呀 是呀 我覺得阿海如果做成這件生意 應該長做長有 其實我想阿海在香港發展 比翻大馬好 借得哭得自己一手腳踏 不捨被人說 又說靠大哥又靠媽媽 別說甚麼, 阿君這麼小 都說有人給他面子看 這個多影響他的心智, 是不是? 你不捨得阿妹走 不用說連小蚊子說的話 都搬出來吧 人家阿海的媽媽在那邊 我們怎麼可以這麼自私 霸著阿海呢 哥哥, 阿姑 別走… 怎麼了? 怎麼了? 你有沒有猜事? 阿海, 你的生意表現怎麼樣 不錯, 原來那個大老闆 跟阿哥很熟 我一說有一批磁磚 想找人要 他們就馬上去休息了 現在差點細編還沒談 那倒不錯, 昨天晚上聽到你說 那個承建商 建了很多房子, 是不是? 阿海, 你走運時, 阿華也走運 謝謝… 謝謝 見貴, 水費 阿姐, 你的 謝謝 為甚麼阿海沒有信? 甚麼信? 恐嚇信 比起我歐洲也不去 還不玩回你的舊館 難道家裡偶臭嗎? 真可憐 他說阿浩 是 阿浩現在變得閒了 不是去買鞋子就去買衣服 如果他悶, 也會跑來這裡 人走來這裡, 聲音都會來一來 三哥 阿浩 你幹甚麼? 家裡沒人? 你跌倒不能走嗎? 怎麼… 一、二、三 你們還沒吃飯嗎?我不是太胖了 再試試看 一、二、三 怎麼只有你們兩個女人呢? 沒有男人來扶我嗎? 有, 她在車上 是嗎?阿海, 你要不要嗎? 不要, 我不要那個臭男人來扶我 你這麼簡責, 我們先走吧 你自己躺在這裡 讓你最愛的郭超來拖你 好 你快點放我下來 你骨頭痛痛的, 怎麼這麼辛苦 不是呀, 我都抹過我了, 沒事 你們怎麼這麼久呢? 快點坐下…輪到了, 到你了 別說女兒了, 小心點… 你怎麼樣? 通通我說不出了 快點給我打電話給郭超 告訴她, 她的外毛跌倒了 她現在也不知道要去哪裡了 怎麼找呢? 就算她回來也幫不了什麼 好呀 她不是骨頭痛 隨便告訴她 讓她找我來服侍我 我們現在就整村人暴躁地來服侍你 別說你現在只是不能動 就算你瘋了, 阿嘉也會服侍你 你現在揍我還是關心我? 陳師父… 三哥師父, 你嗎? 是呀, 她跌倒了, 請你去看看 好… 她很痛呀 不用怕… 不用怕… 阿姐在這裡 是你妹妹嗎? 是呀 即是雙雙的媽媽 你懂得雙雙嗎? 來, 那次她弄傷了腳 也是這個哥哥 每天來跟她換藥的 是這個好女婿 我哪有這麼好的福氣 有個這樣的好女婿 我告訴你, 我的女婿是大醫生 陳師父, 她的腳有沒有事? 怎麼樣? 她斷了有骨 照樣就沒理由這麼化學 是不是舊患? 是呀, 是舊患 我小時候, 家裡沒有自來水 那我要她加一個單吃水 又沒有路燈 我一個不小心 咬到香蕉皮就跌倒了 很小事而已 不知為甚麼現在特別痛呢 那你現在我的命已經很矜貴了 都是雙雙大怨我了 妹妹, 乖乖的好不好? 不好呀?你不懂得聽廣東話嗎? 你甚麼時候學到 比你媽媽還霸王 整晚都不好不好 碗湯說不熱, 阿海比給你了 電視機又說不清, 阿海又替你換個天線 現在都睡覺了, 還有甚麼不好呀 安仔都讓了鋪床出來, 讓我睡廳了 如果你是正常埋了心房呢 那是很難蓋得色的 有誰讓我這麼上心的? 我就因為沒了一張馬嬸石 周真不自在, 睡不著 還是我不好 今天洗了一張馬嬸石 露出去了, 誰知道大風就吹了 到街上找不回來 好呀… 今天晚上就沒有馬嬸石了 那你怎麼辦呢? 那我睡地了 女兒, 你說道理吧 遺傳的, 沒得說的 真要命呀 阿仙, 我去看看有甚麼店 還沒關門的, 我去買 你這樣的年紀, 走路慢一點 要去, 找年輕人去吧 那…我去吧 不用了, 等我去吧 我和你去吧 弄了一整晚, 只是想你去 這個要求如果是滿足不了的 我看你一整晚都不能睡了 阿海, 我和你們一起去吧 不用了, 你操心大小, 我很快回來 走車小心點 行 好, 停下了 有沒有人在這裡 老闆 老闆 你們這麼晚幹甚麼 對不起, 老闆 我們這麼晚打擾你 我們想買馬嬸石 這麼晚買石, 買來幹甚麼 買來睡街上 不好意思, 老人家沒把石子睡不著 麻煩你, 我再加一百塊給你 我這裡沒有馬嬸石, 只是賣草石 過了, 過了, 過了 他這麼晚睡 算了, 我們不要再找了 阿好要睡覺時, 人家也要睡覺的 再找一下吧, 或許有另一間店 就像這間那樣有人留宿了 不要再找了, 我覺得他太過分了 睡不著就有他了 不如這樣吧, 善意 我先送你回去 我再去過海找找 阿海, 你明知道她是笨蛋 我知道, 她有她的立場 她是雙雙的媽媽 她這樣做得像雙雙而已 更何況她又不是踢我下火坑 她現在心情不好, 弄傷了腳 所以諸多留難我 只要我做得到的, 我也會做 好, 走 你說她吧, 你說她是不是柳仔祖宗 真是的 阿海, 你們都累了, 睡吧 真是有仇不報非好意 她今晚才耍著你這麼多 我是你, 就睡足精神, 明天仇壩 我想這張馬神石我們睡了也行 好意她真的不要 其實她的目的 都是自在你出去跟她撲一晚而已 你現在都如她所願 你生我這麼做 傻了, 怎麼會啊, 我明白的 曹耀 對她雙雙這件事 如果說一點不安樂也沒有我騙你 所以就算好意怎麼對我 我也會遷就她 起碼我會安樂一點 她的氣也會順一點 阿海, 你這個人真好 我相信就算今天好意不明白你 他早上有一天, 她也生你不樂 今天下午我收到的東西 先拿給你看看吧 什麼來的? 是雙雙寄你的帳戶 清爽的 我早上來神運, 人也精神一點 阿蓉不來, 真是她的損失 我吳三雙雙雙請你, 你也損失了 不是你請得我動的 是阿善和阿炳一起來 我見大家聊聊聊, 沒那麼累, 我才來的 阿家, 如果你喜歡的 每天早上我和阿炳都可以陪你們行山 是呀 每天早上行山? 你三多不用開檔嗎? 那我和阿炳遲早一天都要退休了 這麼快就加入老人行列 阿善, 你又不是阿好那隻大食懶的性格 沒事做你就沒有寄託 叉燒比的更加, 牛命一條 不做事就全身都不舒服 那我還有一間古肉餅嘛 如果沒事做, 可以去看店舖過天 你們兩個說得好像三多快要結業 三多是你們兩個半世的心血 是就是 不過那間店舖的業權是阿海的 現在他回到香港發展了 不用問, 人家當然想買一層樓 一家一煮, 當然要花錢了 他大馬的媽媽這麼有錢, 想買店舖 可能我跟媽媽拿, 不會拒絕的 阿海這個人很有骨氣的 不會每次開口跟媽媽拿錢的 三多是你們兩個的心血 阿海不會這麼亡本捨得賣掉他 所以我們自己要識做 主動把店舖養出來 阿蓉不跟我們行山神運 說要陪阿海和彩瑤去拜神 他們三個常常談這件事的 阿海不為自己打算 他也要為阿彩瑤和那個寶寶打算 我們沒理由拜託這間店 沒理由一陣子 整個帕媽的東西又不一樣了 來, 那個燈舊樓又拆了 不知道甚麼時候會拆到我們三多 不用這麼捨不得 舊的不去, 新的不來嘛 如果我們三多結束的話 我最擔心的就是阿福 阿福 甚麼 最近阿海有沒有跟你談過甚麼 談甚麼 阿海想著自己做生意 他跟你兄弟那麼好 沒理由不跟你說 看過客人 那有沒有話語你一份 你兒子甚麼事 這些車鞭我拆不了的 阿海出來搞事 就需要資金周轉 我想我們這間三多日 遲早要結束了 到時候你跟阿大勝兩個... 爸爸, 你不用擔心 其實昨晚我已經跟阿琴和阿勝哥商量過 我們前途一片光明的 你們有甚麼打算 有甚麼打算 爸爸教了我十幾年砍叉燒 我拿著這件事已經可以走江湖了 你打算自己花叉燒店嗎 那我沒有錢 我的名字又不響 如果你真的想做老闆 我們股肉店那邊就不做了 打本給你 我們兩個幫你忙也行 不用了, 我要靠自己的 你知不知道你兒子很值錢的 阿康義酒樓的老闆 和陳義酒家的老闆想搞蕭立 想高身挖我 我也說要考慮一下 還有, 勝哥有個朋友在餐廳裡做的 他說他老闆想移民 問我們有沒有興趣來做 你有這麼多出路 那我和你媽媽也放心 是 市頭善醫, 我有些話想跟你們說 我知道這樣做很過分 會影響你們的生活, 但是... 傻了, 海 你是業主, 你有權決定的 其實我和阿倩老早就想退休了 現在你賣了店舖結束了三多 我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響清福了 市頭, 你說到哪兒去了 我不會買三多的 阿海, 你不用顧著我們當攤子 你現在做老闆, 代多我錢好一點 你們誤會了 我和蔡耀和阿姑商量的 根本就不是這件事 是呀, 我們不打算買屋 我們打算在這裡住 是啊 好, 知道他們結婚了 就應該搬出去住 不應該一家大小黏著你們 阻礙你們的 什麼事 其實我一直都希望你們搬回來一起住 我這個做老闆 當然希望經常對著妹妹 和味囊阿生的嘛 我已經習慣了人多熱辣牛了 少了你們, 這樣熱臭 還是腳都很難臭 是啊, 好了... 一於維持原作 我就煮我的大鑊飯了 韓哥, 你大碼那邊那間公子很大的 你屈在這裡搬的嗎 不慣, 我在這裡住了二十幾年 也不知道住得多舒服 阿海, 坦坦白白了 你做生意夠資金周轉的了 我們計算過一條數 可以把店舖向銀行加案 可以套你的現金出來的 是啊, 到時候再不夠錢的 就再加案了 暫時手上的錢也夠了 好, 好了...當然是大夫 是啊 阿蒜, 蔡小炳 你們想說提早響清福也挺難的 還是阿浩的命好 說起阿浩, 他弄傷了腳 吃完飯, 我們要去看看他 要, 要不然他就說我們冷血無情 那倒是 其實阿浩應該在這裡住幾天 就不用善理撲來撲去嘛 見過鬼還不怕黑嗎? 上次是住一晚而已 害得海哥和姑姐不夠好睡 阿海, 你真的打算做建築材料生意嗎 是啊 我今天下午已經跟小媽倆公婆聊過了 我打算找找華哥幫忙 我覺得剛才看的那間寫字樓不錯 地方夠方便, 又有新裝修 又有電腦, 有電腦, 有影印機 我們可以省很多時間, 馬上開張 而且銅鑼灣那裡, 我覺得它夠黃 不過租金太難了 我就認為北角的工廠大做寫字樓便便宜很多 我們初初辦公司不用這麼花巧 這倒是 華哥, 你知道我剛剛學生意 有很多事想不到的, 你一定要提我 別這麼說, 大家是一家人嘛 華哥, 其實以後有很多事 我都要向你請教的 不如這樣吧, 我們合作 一起搞好那間公司 合作?好就好, 只不過... 不過甚麼? 阿海, 你知道了, 我現在也是一人公司 如果我跟你合作, 我怕資金沒那麼多 不要緊, 如果你是全力來幫我的 除了出月薪之外, 公司賺到錢的 我分分百分之二十的花紅給你 那你就可以把花紅當作入股公司了 真的?好, 我們嘗試合作吧 我們合作, 搞好它 其實我最大的資本就是有一群熟客 如果我們公司有資金有實力 我可以馬上找到客人 那就好極了 還有, 公司是需要一些可靠的員工的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些人給我 有 其實公司最重要是一個可靠的秘書 連會計 至於運貨方面 找一個人負責就完成了 我可以找到以前的拍檔 有個叫阿廣, 他們會負責得很好 就這樣說 祝我們合作愉快, 晚餐功成 阿嬸, 那你明天十點來見公了 如果容山見過沒問題 你隨時上班都可以 好, 明天見, 再見 爸爸, 吃飯了 阿華, 吃了才做, 菜都冷了 我要計算一盤, 明天海哥要看 老公, 先過來吃飯吧 待會我幫你一起計算 最近天氣很慶 你經常看我, 還走一走 這些就是人心煲豬衫 又潤, 又補腳力 還有, 我去街市買菜 跟那個賣魚的老闆娘熟了 你猜得怎麼樣 今天我買了紅衣魚 她又送多條石斑給我, 去試試 買紅衣魚送石斑? 她也挺大手筆的 是呀, 她說自從我這個 上等人光顧她之後 很多人轉過去光顧她 但是她多做了很多生意 這樣說 阿嬸, 阿嬸, 你以前是 十指不沾陽春水的 現在又會煮菜又會煲倉 真的辛苦你了 罵死落地走, 兒子 放心吧, 待我跟海哥開了一間公司 生意又會蒸蒸日常 到時候我們要換一間大的屋 請客人服侍你老人家, 好嗎? 你放心吧, 媽媽給一個批名 先生批個名 她說我一出生就是上等人 到死那天也是上等人 等到你再賺錢的時候 媽媽做上等人 那就是時候回上去了 婆婆, 你別說這些話 你晚福很長的 媽媽, 如果等我賺錢 你沒福享 我寧願一輩子窮, 你長命富貴 傻子 你賺到錢 還有佩佩跟阿欣享福 你現在最重要的是 跟海搞好一盤生意 你放心吧, 如果一盤生意 有錢賺, 我有花不分的 對了, 海哥做生意沒有經驗 你記得幫他看這間公司 現在整間公司的錢 都是我說的事 你只是海哥, 為人這麼純 如果跟別人合作 一定連渣也沒有 雅華, 你一定要記住媽媽的話 想做一個成功的商人 一定要冷靜果斷 認錢就不認人 最高的境界就是殺人不潔血 吃人不吵骨 好像海這些婦人之人的性格 就算做到生意也不會賺大錢 所以你就要補充他的不足之處 奶奶, 那你真的要阿華 殺人不見血, 吃人不吵骨 好像很心狠手辣 你不會的, 阿欣, 雙場如戰場 不過這樣, 阿華跟他爸爸也做不到 他爺爺就做得到 是嗎? 爺爺不是那麼厲害 那時候我小時候 爺爺跟我玩奇牛牛 是呀, 沒錯 這些男人在外面 殺到血雨腥風 回到你家就要做一個好丈夫 好父親 這就算是一個成功的男人 放心, 媽媽 我跟海哥一定會做一個 成功的男人給你看 好, 英俊 你店舖還沒開張 這麼快接到訂單嗎 是呀, 阿華哥是舊客 阿華哥介紹的 這樣真的不知道你關照妹夫 還是妹夫關照你 福哥 甚麼?你想清楚了嗎?真的不來幫我 人貴乎自知 福哥, 甚麼事你知道的 你英文程度這麼高 查字典, 看雞腸這些合約 都比我快 我連報仇的甚麼我都不懂 那些東西可以慢慢學 我慢慢學那些東西 就是來燒叉燒, 燒乳豬 這些東西已經很滿足了 外面的風浪我受不起 記不記得福哥的八字真言嗎 我正在吃東西 說的, 為甚麼我忘記了 快點說, 說 天天開工, 大便唱通 那倒是對 外面做事一定有十二分精神 不像在三多 三多勝在人事就不複雜 見來見去都是好人 最多不是有閹閹聲門的阿嬸, 知道嗎 但是外面壞人又多, 惡人又多 有些人就惡如頭老襯底 有些就扮豬吃老虎 有些就殺人不見血 有些就認錢不認人 總之極枝複雜, 小心點 說得像層層一樣, 誰教你 看完這麼多集的天地藍兒 有甚麼壞人沒見過 你為甚麼還沒換衣服 去哪裡 我提了你 今天是大老丙的妹夫 阿凱的寫字樓開張 我們要去鄭慶 人家的公司開張關你甚麼事 你知不知道, 那個阿凱很搭水 去到, 看有沒有機會抬人家的斜邊 抬甚麼斜邊 他現在給我一個股東做嗎 你天天整棵泥地攤在這裡 斷鼓你就能做, 股東你就沒有了 甚麼?我現在外面有些生意在談 我打算談好了才跟你說 談生意, 談甚麼生意 刀巴強還是大爛財 認識你朋友有沒有很大嫌 其實你初回來的時候 做一份清潔腳踏實地就好了 浪費了 好聽就清潔, 不好聽就倒垃圾 根本就沒出息 沒出息也好過沒入息 現在外面武功適合我做的 坐冷氣房, 我又不夠叫你 擔擔抬抬抬抬, 浪費了我這種人才 給你一個皇帝做, 合不合 大總皇帝 行呀, 我做大總皇帝 你做大總皇后 抓住 本來我應該肥肥等等, 很有福氣的 我到今時今日都沒被你氣死算我走運了 這麼容易氣死嗎? 你捨得我也不捨得兒子 放心吧, 明天我發達 我打敗給你開一間按摩院, 做老闆娘 幹甚麼?貪按摩院品流複雜 那開學校, 建議院行嗎? 你到底走不走? 不去, 我等電話 我走了 我走了 好棒… 恭喜, 恭喜你看 皇帥, 保佑 你生意興隆, 一帆風唆 黃海, 你阿華, 你們兩個來 promised 用財主吧 大日 pareil, 阿夫, 不要蛇王 切燒豬 來…我們進去裡面坐 來… 謝謝你, 請坐… 請坐… 請坐, 請坐 請坐, 請坐 請坐, 請坐, 請坐 謝謝你, 免費包辦一宵 請坐客家 不用客氣, 大家開心, 阿嘉 上等陳家, 現在你安心吧 以後阿海要靠阿華 請坐, 請坐, 請坐 應該說阿海大蠍阿華 他們兩個白鴨多, 錢賺了 沒錯, 現在大家都不要客氣了 我們去那邊坐, 阿嘉 好… 彩儀, 你粗身大小, 別站那麼久 坐下來休息一會 來 行了, 阿海 不如你去幫大哥分些燒肉給人吃 好, 燒肉來了 大家吃燒肉 好, 吃燒肉了 阿海, 阿海 喜不喜歡福哥送給你那份禮物 喜不喜歡 我以為跟你開玩笑 怎麼知道你真的買到海狗 當然了, 不知道多難才找到 你們慢慢吃, 外面還有 你…你坐好了 你不用做的, 你粗身大小, 知道嗎 我來不只吃燒肉 我以為還有大婦, 我會旺 我想旺下這裡 那如果有兩個大婦 那甚麼都夠旺了吧 是… 進來 廣哥 老闆 怎麼這麼早 你現在的新開張 當然要早點到這裡, 對吧 謝謝… 我介紹我的partner給你認識 好 廣哥 廣哥, 你過來 好 這個好 廣哥 這個整天提在我舊公司 幫我運貨的廣哥 廣哥, 你好 庸先生 你好 庸先生, 不好意思 上次抽不到時間出來見面 不要緊… 這家人小小 不過幾十萬投資又差不多了 廣哥, 希望將來我們的合作愉快 你放心, 雖然我有很多生意 而且單單都很厲害 以前的劉先生也關照過我 所以就算我的車都出來了 我找木頭車都給你出了貨 廣哥, 謝謝你 甚麼話 對了, 每天都有批貨 從大陸運下來 到時候一定要幫我 好 進去談吧 好, 這邊 阿嬸, 那個紅色的檔案給我 行… 阿欣, 那個這麼大的廣 怎麼說話這麼囂張 當然了, 他有私人車隊 專門走大陸線 小人得志就遠無倫次了 蓉姨, 你坐吧 你弄了一招 讓我拿把掃把掃一下 不要, 不要把掃把到處掃 今天店舖新開張 為甚麼 我怕要掃走財神 還有, 那張桌子很髒 也不要抹著 蓉姨, 你坐一下 來, 吃一塊燒肉 好, 燒肉, 行了 為甚麼阿豬還不來呢 等到他來, 只剩下豬頭骨吃了 他這個人一向都沒有來打掃 你幫他等了阿輝, 所以遲到 我先把這個沙泥燒肉給他 無公者, 飯送不留, 給我吃 這樣吧, 他是你妹妹 我一定要照顧她 你放心 我一定跟你準時出了批貨 你第一宗生意 我一定跟你打香的招牌 謝謝廣哥 謝謝 對了, 我也有事先走了 廣哥, 先不吃東西 不吃了, 我剛剛有人約了我吃廁 我只是吃這種東西 躲著胃子, 好嗎 走吧 再見 這個阿廣白粥這麼多爪 批貨給他運, 放心吧 放心吧 這部發戶只會辦事 出谷說不會的, 放心吧 對了, 廣哥 你一向都不吃小米 這間豆養公司, 你看得上眼 你跟那個劉先生很熟嗎 他當旺的時候, 我跟他混過 不過這個世界是講錢的 沒錢就沒交情, 是不是 這麼熟不吃嘛 以為每個人做生意都會發財 不過他只給我一條貨倉時拿手 也讓我過水濕腳, 是不是 姐姐, 這麼巧 你不是大隻狗 新光頸漂亮, 混得好嗎 算是有些環境 你跟輝哥怎麼樣 唐奶 那你幫我問輝哥 明天喝茶聊天, 約了人了 先走了... 神都賣賣了 編號是九八七六 一共是五百六十張貨 你們查清楚一點, 我們明明是進了倉 真的沒有? 老爸, 阿廣是我介紹的 現在那批貨不見了 用甚麼海哥以為騙他 那就慘了 你簡直水洗都不清 真是希望可以拿回那批貨 那就阿彌陀佛了 阿華, 不如報警 不能報警, 你只是說這些惡人 阿彌陀佛了, 阿彌陀佛了 回公司亂搞就慘了 那倒是 過兒再光, 他再暗 現在唯一的方法 就是要逼阿廣自己交一批貨出來 說打我們又不是那個人 不如找阿倩跟阿欣商量一下 不行, 讓那些女人知道 拆天也有份 那又怎麼樣 現在唯一找一個人 夠兇的, 有權有勢 黑白兩道都說得通的 跟阿大姐說得通的 跟阿大姐說得通的 我們哪認識你這樣的人 有, 就在我們前面 大勝? 我? 大勝, 你這隻手幹甚麼 沒有...可能吃飯不飽 我那些血氣不飽, 混蠢 勝哥, 我這次吃粥吃飯全靠你 你太看得起我了 羅先生, 找我有事嗎? 廣哥, 先坐下喝杯茶 來... 我很忙, 有事就快點放 廣…廣哥, 是不是? 你甚麼水 我…我是他大舅, 我叫大勝 即是…你… 他說你可能匆忙當中 拿錯了批貨, 是不是? 你這麼說, 真是說我吃了批貨 你冤枉我? 沒有啊 我有甚麼人不放進去 那… 咦?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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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